我之前录了一个说男性会不会被QJ的视频之后 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 就是好像几年前看过一个新闻 就是一个男生 一个中学生 长得可能很像某位明星 好像很像林志颖 就是那种小鲜肉 然后他被三个女生给QJ了 新闻大概是这么说的 但实际上 他这种严格上来讲 应该不是QJ 他是有一点像右J的这种感觉 就是YJ 因为他要自己有性换起才行 他必须硬了才能够去发生这种 生殖器的QJ的这种行为才会发生 而那个新闻里面是说 这三个女的轮流 强迫跟这个男的发生的关系 男的跟女的不一样 如果你是不愿意的话 这个场景它很难触发到你 如果你甚至心里面感觉是被强迫 恐惧的话 会去有这个 勃起发生的 而且还要持续说三个人 那么他应该是 严格来讲 应该是右J 他可能是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但受到了引诱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就停不下来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有一定的主动参与的成分 当然了 他有一定的主动参与成分 并不是说他就是自愿 他还是一种属于 比方说UJ 或者有这个QJ的成分在里面 其实女性的很多 如果发生在熟人之间的 这些QJ的话 很多都有女性 所谓的主动的参与的成分 但这个参与的成分 并不是说他就是自愿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另外录一个视频来 单独来聊这个关于女性 QJ的事情 男的 他如果是有这种 生之气行为的 被QJ的话 那多数情况下 如果有 当然本来男性被QJ就比较少 对吧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是有一些药物 或者什么东西的成分在里面 那是更严重的罪行 我们以后可以再录一些视频 聊一下怎么预防 怎么防止被QJ 这是可能跟瓦罗萨康的很多 什么练功 要有力量 什么是不一样的 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新的话题 有什么感兴趣的 可以给我留言 我们可以录视频 或者在留言区讨论 我们可以录视频